这小屋还挺暖和的呢 暖和嘛 小屋 那就连租房 第一宝的 连租房 第一宝给的连租房 连租房 连租房 过年 老爷们人死得早 那是学长八天的时候 那时候大了 年龄大了 也搬一个 咱这是属于一室 这一厅吗 够了住了 对呀 自己一个人玩家小厨房 对对对 我看这还有个小厅啥 小厅呢 对 小厅呢 对 小厅呢 对对对 哎呀 这个厅里头 看出来 对对对 过日子了哈 哎呀 反正是这个 存的全是东西为内租啊 我看看厨房 这是自己做的大厅吗 谁呀 那个儿做的大厅 可以下来大厅 下来大厅呢 都等那种 这是自己 这是一样的啥呀 蒜 算啥的 嫌蒜 这也是嫌蒜 都整的 自己整的 哎呀 乱走的 别看这个房子 只有四十平的面积 可是每一个房间 每个角落 都被胡大姐规划的 是井井有条啊 胡大姐说 每个月靠低饱和卖菜生活的她 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啊 她可老知足了 那你卖下一个子的地宝 我都把我家过哈的 咱平时靠啥行为呀 靠啥呀 我去出床卖点菜卖啥的 敢找事卖菜哈的 卖菜能以为能赚多少 反正一天借五的 十块钱 谁不十块钱得呢 你整个有车 到距离人家不会开车 数大了 今年六十一岁的胡大姐经常感慨 她这一生啊 可是太不容易了 要不是当年丈夫走得早 她和两个孩子的日子 或许就不会过得这么艰难了 癌症悲哀死的吗 抽员喝有啥都会 人家喝得抽的个哈利监 这是中了什么 咳的 中咳上来气憋的 我才愿意去检查肺癌关系 没了三十八嘛 二十多年的都 当时儿子姑娘都多大呀 都不大 归女才有什么 二十多岁 儿子呢 儿子才有八九岁 都不大 丈夫的离世 让胡大姐顿时就感觉天塌了 原本整个家都靠着丈夫的工资度日 丈夫走后 没有工作的胡大姐 只能四处打零工养活两个孩子 当时身边的人都劝他 趁着年轻再走一家 就不用这么累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身为母亲 胡大姐宁可自己吃苦受累 也不愿意两个孩子受半点委屈 丈夫走后的这些年 胡大姐一个女人是既当爹又当妈呀 只要是能赚钱的活 她都愿意干 你说孩子小子你不干你这么紧张 我这些钱你抬点些钱 这个人们咋办也不够睡觉 你起来十二点一点你起来 去买餐一下开餐一下 得看书也能回来跟老师 日子虽然过得是苦点累点 可是胡大姐心里呀 总是有个盼头的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家 胡大姐这才终于放心的 去寻找属于她的幸福了 我倒是能存这老十八角的 我得也能存 能存有没有钱能活 我到外面种一把冲 一把这一黄瓜再两个人吃饭 我又没钱能活 现在能存的过得不错 你没到能存里游去 你看能存过的家 屋里呀 桌边找堂 啥都有 你不去该里 你竟该里没钱能活呀 啥钱不得花 我说这个意思都 你该里老头 那花老头不给你钱 开老板好钱呢 给你钱他心疼 你其实总要钱要钱的 净事 你不害大张吗 能存老头老实把钱 有那个是好的 真的我颠颠自看 总是老头就讲的 不会为了钱 为了一个饮品 听听忽大姐这话说的 多实在呀 那么一心想过 简单平静 朴实生活的他 会是王大哥 一直想要找的那个人吗 这两个人见面后 会不会擦出些火花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新来迎接我们了 现在鸡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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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大老爷来了 感谢感谢 这个是介绍一下 好的 这个是王远征 王大哥 对 这是大姐 胡大姐 胡雅贤 胡雅贤 胡大姐 是胡 是胡 头过清晨 我也头一次听 胡拉好转 胡拉好转 对 是不是挺特别的 大哥这家人啊 人类型格还挺高 还行还行 朝着人没啥说的 这人 这人啊 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不愿意的话 说的就说的 不算不是 朝着人是挺死会 身高也行 胖身高也行 胖也好 胖分咋胖啊 就是那个 就像农村中话来说 就能嘎的有我 尖的有我 这属于实胖 大姐属于啥胖 她属于实胖 我实胖 我不喜欢 我没病 我啥病 没疼 她有点好像 高血压 能瞅出来 但我第一眼就开始 因为我干的玩意 我懂 高血压 对 高点高血压 是真的对 我没病 我啥病 没疼 我天天吃药 我一天一天 还有啥病 别的没有 虚放 虚放 我虚放 你有那什么 有湿气 我会阻诊 可阻诊的 这样来看来 但是面诊 手诊 足诊 啥都会 对 啥都会光脚是吧 没疼也没事 没疼我戴手套呢 找那个啥 过来了 这么大岁数来 是不是啊 这么大岁数 有啥了不起 你身材 你身材也不用退好 身材也不用退好 你这个 你这个 你就是 有时候 要十几 看天顺 那你 别的没有啥毛衣 看看今天这 看看今天这相亲场面 知道的是相亲 不知道的 还以为红娘 带大姐来 体检了呢 不过 王大哥却觉得 这样简单直接的相亲 挺好的 毕竟这个岁数 找老伴 提前了解一下 身体健康情况 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那个什么 也没想别的玩意儿 整点饱酒 蔬菜 我把饭都闷好了 这个 现在马上先摊鸡蛋吧 热情好客的王大哥 早早的就备好了饭菜 勤劳贤惠的 呼大姐也没闲着 一个炒菜 一个打下手 很快 几个菜就做好上桌了 忙活了好一阵 俩人这才有功夫 坐下来 好好了解了解彼此 你先聊 我先聊啊 那我就 你叫呼啥 我就呼啥 呼啥 我爷们儿死 十二多年了 是吧 我这俩还过 我就靠地保 几百五万块钱都 那有连住房 那那上午 二来年了 二来年了 还小 走一下家也不用 怕孩子受气 对对对 这孩子完事了 老了先找一个 我妈的姓氏 让我找一个 哎呀 这玩意长言说得好啊 满汤儿女 不是半路夫妻一样 你儿女 那个也没工 就在家照顾你 你要上养老院去啊 那个地方咋样不想去 想去的话 经营条件不允许 对对对 坐这儿去嘛 你想想 想说 你经营条件不允许 你农民你没有多少收入 对 是不是 你打工的话 你真是行 你往后年龄大 你打不了了 你打什么 就像王大哥说的 满汤儿女 不如半路夫妻呀 自打老伴去世后 王大哥才知道 要是想再找到一个 能实心实意 跟他过日子 不在乎他经济条件的人 有多不容易 一提钱嘛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农民不收入 你说你提钱 我给不了钱 反正人家是供俩 就是咱们瞅着眼 从你过日子 我家的收入 也都归你了嘛 反正你愿意打花打花 让你咋备咋直备咋直备 你说我媳妇了 就一成一家人了 你就不能说 鸭子长忙的 就这了没用了 那你能够快堆去了 王大哥也知道 自己没劳保 也拿不出太多的彩礼钱 可是他却实实在在的 有一颗想跟对方 白头到老的心 那么对于王大哥 在经济方面的不自信 扑大姐这边 又是咋想的呢 我不要 我不要 你是要钱的 你是要人的 我不要 我都听别说我不要 我不要 我都看你过 我都看你过 那是奔钱去的 我不奔钱 我奔银 也是好的行 有人就有钱 没人就完了 你躺炕了 水都没人 快有啥用 不是吗 都两好干一好都 你非有钱了 就过了 没钱就不过了 这玩意子是 我找农村 你就是十回的就是 农村有没有钱能活 对 农村没钱能活 农村现在也有没有钱 看能不能的 你干啥都下利都行 你现在 养点啥都行 你搞直都行 因为我有意识的 你养豪子 养雕 养啥不挣钱 就看你下不下利 你钱是银挣的 你不干活啥也挣不着 我都心事好 你看他最近能干五年吧 真的能呢 我一年三十万 我这五年不挣二十来万 不够花呀 不给人打工 打工是挣钱有数的 我说那吧 这家伙这些 我不在乎这些 这些我就不能找农村去 那我这一眼人呗 看这一眼人呗 来年就要出妥了 就不让他打工了 我整个车 就是拉菜 我对缝 我就往出批发 他会算会整 我整钱了就完事 我有个劳力 我给我整 我告诉你 卖菜一年吃五万 我先俩人卖菜 一个卖菜 整一万多的 卖菜拉菜最挣钱 一斤菜都看拔就没钱利 出出看看呗 胡大姐的这一句 出出看看呗 红娘在一旁 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胡大姐 这不光是肯定王大哥了 甚至都已经在心里 开始规划起 两人以后的生活了 可是红娘咋觉得 王大哥这边 还有点犹豫呢 人不错 你是朴实善良 哪方面就这两方面啊 干活啊 过家啊 哪方面都行 人不错啊 戴哥 但是 但是没演员 没演员 演员是大事 因为演员碰不上也白痴 那你看到现在 你也没跟我说 啥样说的有演员 我就说不好这个演员 我反正就是丑的没演员 嗯 不管这个大姐 刚才你看 你俩在三观呢 在想法上 有多么的契合 嗯 这是没演员 王大哥跟红娘说呀 了解了一下午 她很是认可 胡大姐的勤劳能干 朴实善良 可是就总觉得啊 在演员方面 有点不合她心意 知道了王大哥心里的犹豫后 胡大姐说呀 啥演员不演员的 这都不是问题 对于王大哥在意的演员这个问题 胡大姐觉得 那算个啥事啊 自己勤劳能干 有头脑又不物质 不正是王大哥想要找的那个伴吗 既然在演员这一关卡了一下 那咱就努力争取卖过这个坎呗 最终胡大姐的诚意 能否成功打动王大哥呢 接下来的相亲 还会发生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家住四平市的胡大姐 一心就想找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大哥 简单平静地过完下半辈子 而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王大哥 就想找一个能接受农村生活的女人 两个人见面了解了一番后 胡大姐那是相当满意王大哥这个人了 可是王大哥这边却觉得 胡大姐这个人呢 除了演员哪哪都挺好 尤其是不物质这方面更是难得 知道了王大哥心里的犹豫后 胡大姐却并不在意 俗话说 女追男隔层杀呀 那咱就努力争取一把呗 人不错 人挺好的 挺能干 普世善良 就一看出就看出普世善良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是要过日子 我们得靠演员 如果演员不到的话吧 就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他生活不了 这一年 你长大掉了能不能跟你过长啊 你瞅人的是什么是买的 是桌子里俩人对异就行 你长大好看 他给你过过多去过两天跑了 有啥用啊都 我没提钱不钱事的 钱 我也不过你要钱 哎 有钱就给就给 不给就不给 他俩那 挣的钱呢 哥会都是哎 他俩兔石黄 哎 不理不理我这钱 对于今天的这场相亲 胡大姐是完全拿出了她的诚心和诚意 可是红娘却注意到 不管胡大姐怎么表白和努力 一旁的王大哥似乎早都已经有了主意 就是没演员 那万一你有演员 大姐都跟你要钱跟你要彩礼怎么办 因为我看有演员的 你要钱要彩礼的话 我能打扰就打扰 打扰不了的话 那我就担心 不用说别的了 不用说别的了 我告诉你啊老妹 说别的没用了 以前她无关 甜蜜瓜不甜 相中就拉倒 不相中一对鱼怪就玩的 我告诉你 她不同意就拉倒 说别没用 她说话说嗨了 你就放心大姐 就你这个敢爱敢恨爽快的一个性格 等节目播出之后 绝对会有相亲大姐这种 你知道吧 虽说今天相亲的结果很遗憾 可是王大哥和胡大姐却达成了共识 夫妻做不成 做个朋友也不错呀 要说胡大姐这性格是真挺招人喜欢的 简单实在不物质 就想找个实实在在的伴 她觉得两个人只要吃饱 穿暖有地方住就行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更难得的是大姐这份勇敢 你看在大哥说没有演员的情况下 大姐一点也没气馁 而且在一再的推荐自己 争取缘分 这多难得呀 用大姐自己的话说呀 虽然相亲没成功 但是自己努力过了 就不后悔 那也希望每一位在幸福和缘分面前 犹犹豫豫的人 都能拿出胡大姐的这份勇气 不管结果怎样 最起码努力过 才不后悔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要来不玩 咱们明天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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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